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诅咒就厉害了 19世纪90年代末 有四个英国的小伙子到埃及给自己的老板去搜集埃及的文物 他有个老板临走的时候说了 我有的是钱 只要东西好买就完事了 这个小伙子就按照老板的要求采购了一批文物 临走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古董贩子 讲话的时候是欲言又止的 小伙子就问了 什么事 你说 这个古董贩子就讲说他知道 有一句 木乃伊品相很好 但是这个木乃伊身上据说有诅咒 谁用它都将陷入万劫不复当地 这个领队的小伙子一听就来兴趣了 让这个古董贩子把事说详细点 这才知道在公元1500年前 在这个古埃及 有一位叫做亚曼拉的公主 爱上了当时给这个皇室修剪花草的花匠 当时这个国王就不同意 可是这个亚曼拉已经怀上了花匠的孩子 国王知道之后就震怒 把这个花匠给处死了 并且把亚曼拉的孩子也给拿掉了 就强迫这个亚曼拉嫁给当时的一个将军 那么就在成婚那天 这个亚曼拉穿着盛装 在所有人的面前脱掉了自己的衣服 她的身体上就布满了那种奇怪的符号 然后这个亚曼拉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就说了 她唯一爱的人已经死了 她的孩子也没了 她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并且她诅咒自己永坠黑暗 而且任何跟她有接触的人 都将被她拉入无尽的黑暗 最后她又拿着一个黄金打造的狮子锥 刺穿了自己的心脏 那么国王看到这一幕之后 非常的伤心 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嘛 于是就按照古埃及的稀俗 就把她的遗体打造成了木乃伊 安葬在尼罗河畔的一个墓室当中 那么领队的小伙子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首先是嗤之以鼻 然后就付了钱 安排这个古董贩子 把其他的古董和这个亚曼拉公主的木乃伊 一起运送回英国 最后这四个小伙子就一起回到了夏特的酒店 不过第二天一早 另外三个人就发现领队的小伙子不见了 四处打听才知道 这个领队的小伙子 自己一人朝着沙漠的方向走去了 那打那以后这个领队就消失了 也不知道死了是怎么的 然后在寻找这个领队的同时 另外三人其中的一人 在埃及的街头就被人抢劫 死在了一个埃及的小巷子里 那剩下的两个人怕了 就赶紧的就回英国了 把这个事儿汇报给自己的老板 结果回英国没多久 这两个人一个得了怪病 就是后来死了 另外一个也莫名其妙的成为一个流浪汉 流浪在英国的街头 那这些事儿发生之后没多久 国外的那个古董贩子呢 就把这些文物啊 运到了英国 就交给了这个老板 那看到这个木乃衣之后 那个老板特别的开心 专门呢给他打造了一个收汤间 结果没过几天 这个老板的老婆孩子 就出门游玩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的 发生了车祸 三个人都受了重伤 老板呢这下慌了 因为他其实知道啊 买了这个木乃衣之后 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了 他的员工给他汇报过了 他一想怎么办呢 好吧那做个好人 就把这个木乃衣呢 无偿的捐献给了大英博物馆 那么在运送这个木乃衣的时候 怪事又发生了 当时呢是马车 就拉着这个木乃衣啊 往那个大英博物馆走 结果呢半路上这个拉车的马 突然间跟疯了一下 就不听使唤了 直接朝那个人群中冲去 当时就踩死了两个人 然后把这个木乃衣啊 拉到博物馆往下搬运的时候 这个棺木呢 就无缘无故的就滑手了 直接把其中一个搬运工的脚 给砸没了 而另外一个搬运工呢 就两天之后啊 就无缘无故的就死在家里了 然而这份诡异的事情呢 在这个木乃衣被安放在这个博物馆之后 才开始发生 就当时呢夜里呢 就是守夜的守卫啊 就听到这个陈列室里啊 会有哭泣的声音 以及那种敲击棺木的声音啊 而且呢之前没有异装的博物馆里 有很多古董嘛 有一些古董呢 也因此而发生了奇怪的声音 比如说金属敲击声 那当时呢这个博物馆知道这些情况之后 就加强了守卫 安排了三个人夜里啊 在这个陈列室守夜 结果有一天晚上 就有一个守卫啊 莫名其妙地对着黑暗当中大喊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随后哐到地了 那另外两个守卫呢 下的是巴腿就跑 第二天集体辞职了 好了 这下子呢这个博物馆呢就慌了 于是呢 这个大英博物馆里的一位领导啊 就想了个主意了 说把这个木乃伊呢 给储藏在地下啊 应该呢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可以割断这个诅咒 结果呢 一个星期还没过去 那这个大英博物馆的领导 就死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死因不明 好了 这下呢这个亚曼的诅咒呢 就名声大噪了啊 很多媒体记者呢 就争相报道 那么据说有一位记者啊 在拍摄照片的时候 在画面的一角 看到一个非常抽象的人脸 那么没过去几天 这个记者呢 也在家中吞枪自杀了 至于为什么自杀呢 就没有人知道了 事态呢是越来越严重了 这个大英博物馆呢 就四处打探 看有谁愿意接手 这个亚曼拉的木乃伊 好 是终于找到了一位收藏家 这个收藏家呢 并不是头体啊 特别的睿智 因为他在收藏这个木乃伊的同时呢 就联系到 当时整个欧洲 最最出名的神婆 布拉瓦兹基 那么经过各种仪式之后啊 这个布拉瓦兹基 就跟这个收藏家就说了啊 这上面啊 就蕴含着大量的黑暗能量 没有任何人可以解决 包括他自己 所以呢 这个布拉瓦兹基 就奉劝啊 在这个收藏家 你赶紧把他脱手 但是呢 到了这个节目啊 你说谁也愿意接手呢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啊 这个 亚曼拉的诅咒啊 就已经让很多人遭遇了不幸 付出了自己的声明 他的诅咒 早已经声明远播了 谁敢接手 我相信啊 聪明的朋友呢 一定已经猜到了 因为每个故事里 都会有头铁的人出现 事实的确如此 这个时候啊 有一个头铁的人出现了 一位来自美国的考古学家 他出手了 就把这个 亚曼拉的木乃伊给买下来了 而且呢 准备把它带回到纽约 那么就在1912年的4月份 这位新主人呢 就带着这个 亚曼拉的木乃伊一起 上了当时最大 最豪华的一艘邮轮 被称之为 永不沉没的巨轮 为了谨慎起见呢 这个亚曼拉的新主人啊 还把这个木乃伊 给安放在船长室旁边 就希望他可以平平稳稳的抵达纽约 但是很可惜的是啊 这艘巨轮在从英国南普顿 驶向美国纽约的时候 传上时间 1912年4月14号 晚上11点40分 于一座冰山相撞 永不沉没的巨轮 它沉没了 2224名乘客 及工作人员 有1500多人都丧生了 只有333个 罹难者的尸体被找到 而这个所谓啊 永不沉没的巨轮啊 就成为一个最大的讽刺 并且 这次出行 是这艘永不沉没的巨轮 它第一次出行 到底是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 难道 还是因为咱们 雅曼拉公主的诅咒吗 当然 随着这个巨轮的沉没啊 雅曼拉公主的这个木乃伊呢 也都消失不见了 追入大西洋的海底了 就跟雅曼拉当时 对自己的诅咒一样 永坠黑暗了 那么 听故事的小伙伴们 你们知不知道 这艘巨轮的名字叫什么呢 好了 我是老飘 让我们下个故事见 一个墓地啊 每年有六个月的时间 会有成千上万只蛇 在此地栖息聚集 这不是故事 这是真事 俗话说的好啊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可见呢 人是会记仇的 但是你信不信 蛇也很记仇 甚至呢 比人类更加疯狂 咱们这个故事的主角呢 叫做成帝鸣 历船是 狮子被襄人 他是一位职业捕蛇人 从上世纪八年代初 他就以捕蛇为生 后面呢 因为市场上 对蛇的需求量增大 他又组织了几位朋友 跟他一起进行捕蛇 附近山上的蛇里 只要见到他 那就是肉包子打狗 直到1986年 农历七月份的某一天 这个成帝鸣啊 跟他的两位朋友一起 上山抓蛇 一路上呢 已经抓了不少蛇 忽然 这个成帝鸣 发现正前方的草丛当中 有一条蛇 那仔细一看呢 居然是一条 红薄锦槽蛇 这个蛇啊值不少钱 于是呢 这个成帝鸣 就要上去抓这个蛇 但是 怪事发生了 这条蛇的周围 突然间窜出七八条 同样的蛇 他们一个接一个的 向这个成帝鸣啊 发起了攻击 那为了保护自己呢 成帝鸣是不敢示弱 向蛇群挥刀了 周围的朋友一看呢 也都纷纷过来支援他 但这个蛇是越砍越多 不停的啊 有蛇从这个草丛当中 窜出来 这个成帝鸣他们一帮人啊 就砍的手都累了 还是没能把蛇群赶跑 反而呢 这个蛇的数量是越来越多 那捕蛇多年啊 成帝鸣第一次啊 见到这种状况 因为蛇是冷血动物 一般呢都是独居 很少群居 即使群居 也不至于说这么多 那没办法 就逃跑了 三个人呢 跌跌撞撞的啊 从这个蛇群当中 事后呢 他们跟这个村民啊 就讲这个事儿 大家都不信啊 直到成帝鸣 带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大伙看到遍地 都是蛇的尸体啊 这才相信 这个成帝鸣他们 没有撒谎 那当地呢 有老一辈的捕蛇人 就跟这个成帝鸣讲了 说这个事儿啊 太反常了 你可能是得罪了蛇王 而且呢 你一次杀这么多的蛇啊 怕是要大难临头了 把这个成帝鸣吓的啊 就以后呢 再也不敢抓蛇了 就老老实实地 做了个庄家汉 好 那时间呢 来到了1988年 因为说什么蛇炮酒啊 喝了一堆身体啊 就比较好 还能治病 市场对这个蛇的需求量呢 再次暴增 而且呢 价格啊 比前一年呢 就高很多 这个成帝鸣呢 就听到隔壁村 有人靠抓蛇啊 买了自行车啊 很眼红 于是他决定 撑出江湖 但是呢 当时这个捕蛇人 已经很多了 山上的蛇这个数量呢 是越来越少了 没有办法 他只能向更深 更偏僻的地方走去 才能捉到蛇 然而 厄运 就此开始 这些蛇呢 似乎是专门跟他作对 总是在他不经意的时候啊 攻击他 88年农历7月12号 这个成帝鸣呢 在马鞍山抓蛇 一条松花蛇呢 刚刚被他捉到 忽然间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啊 一条竹叶青蛇凭空出现 直接把他给咬上了 8月22号 成帝鸣呢 再次上山捕蛇 结果被一条小蛇袭击 把他的右手拇指给咬上了 那1989年到1990年期间呢 不管这个成帝鸣有没有在抓蛇 他总是会跟这个蛇啊 不期而遇 就仿佛这个蛇啊 在找他 报复他一样 就经常出现在莫名其妙的地方 时不时的给他来一口 难道说自己真的惹了蛇王吗 这下这个成帝鸣呢 是真的怕了 下定决心了 以后呢再也不捕蛇了 然而在1991年 农历7月15号那天 成帝鸣在田地啊 再次遭遇蛇群的进攻 由于当时呢 下地干活的只有他一个人 那么在于蛇群不斗的时候 不小心被蛇群啊 咬了九口 等被人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毒发身亡了 那到底为什么蛇群 不停的找他麻烦呢 真的是他得罪了蛇王吗 这个成帝鸣事件呢 就引起了当地警察的关注啊 这个警察就发现 每次蛇群攻击成帝鸣呢 都是发生在农历7月份前后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 为此呢他们咨询了很多蛇里专家 原来呢每年农历7月份 蛇群要繁衍后代 因此呢他们从开始啊 独居的领地就出来聚集到一起 而这个成帝鸣呢 一开始遇到如此密密麻麻的蛇群啊 是因为蛇群正在做运动 他的出现呢就打扰了蛇群 导致蛇群愤怒 想一下是吧 换了是我们可能也会愤怒啊 于是呢就向他发起了进攻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成帝鸣呢因为杀声严重 给这些蛇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甚至影响到蛇的后代 于是蛇群呢就开始复仇 前人呢其实是知道啊 蛇群聚集呢是为了反应后代的 一般呢是不会打扰的 但这个传统呢后来慢慢的被人给忘记了 那么在这个谜底解开之后呢 成帝鸣被埋在了乌鹰岩树下 大家本来以为这个事啊就这么过去了 然而更加奇怪的事发生了 村民刘某啊有天中午呢 到田地里干农活 突然间听到啊附近有蛇一栋的声音 那一般来讲啊在农村对吧 蛇是很常见的 但这个声音呢它不一般 特别的大声 好奇心呢就驱使这个刘某啊前往查看 拨开草丛之后 哇它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来啊在成帝鸣坟头上 爬满了各种各样的蛇 数量多到无法计量 大蛇小蛇扭曲在一起爬来爬去 而且呢四面八方不断的有蛇啊往这个地方汇集 那很多蛇呢它连箭都没有见过 这个刘某呢彻底被吓蒙逼了 农具都不要了 拔嘴就要往村里跑 打那儿以后呢这个村民就发现啊 每年三月份到九月份 蛇群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 就连专家都无法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么久而久之啊这里被人们称之为 历穿蛇目 其实呢老飘觉得呢这一切的祸事呢 都离不开两个字 贪婪 就像我们人类跟大自然一样 你破坏了生态的平衡 最后遭殃呢还是我们人类 好了我是老飘 让我们下个故事见 hello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老飘 今天这个故事非常的邪性 那么首先呢要感谢网友小美的勇敢分享 完了之后呢要告诉各位 如果说胆子比较小的建议不要听完 那么首先呢要很遗憾的讲 小美呢这个网友呢尽管说叫小美 但其实自己呢跟美根本不搭边 用小美的话来讲 她就属于那种长相比较遗憾的女生 那么快30岁的年纪 身边的朋友呢该结婚的结婚 谈朋友的谈朋友 小美呢仍然没有谈过恋爱 当时呢她跟她的家人都非常的焦急 那么有一次 跟自己的同事一起去泰国旅游的时候 就认识到一位中介 通过那个中介呢小美 请到一尊古曼回来 当时呢是花了将近一万块钱的价格 请回来的 那么请回来之后的那六个月 小美就觉得说 哎这个东西还蛮有用 因为那个时候呢 是有那么两三个男人出现在小美的身边 但这个小美呢当时并没有相中他们 所以呢这个事还没有一个定局 然而怪事就发生了 首先是追求她的这几个男生 得怪病的得怪病 出车祸的出车祸 当时这个小美就觉得说这只是巧合而已 并没有多想 然而 这个事过去之后 小美呢就开始做噩梦 这个梦里啊就有一个孩子 一直呢在追这个小美 而且呢一边追她一边在喊 妈妈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 每一次小美从这个梦中惊醒的时候 都是这个孩子抓到她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小美就意识到 这个事可能是和之前请的那个古曼有关 于是呢就跟之前那个中介联系 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 这个中介呢就告诉到她一套方法 让她对这个古曼啊进行一个所谓的管教 OK咱们的小美照做了 然而好景不长 一个月之后出现了一件 让小美终身都有阴影的事情 当时呢是在2018年的6月份 小美的父亲呢去外地出差 咱们这个小美呢跟自己的母亲在家里 是在周末 那天中午呢咱们这个小美呢就睡了个午觉啊 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6点钟 那么起来之后呢就听到厨房里啊 有乒乒乓乓乓的声音 咱们这个小美呢就出到卧室 来到厨房看见自己的母亲正在做菜 这个小美就问自己的母亲啊 妈妈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咱们这个阿姨呢就说不用啊 你去客厅做会儿饭一会儿就好了 那其实这个小美呢还是蛮娇生惯养的 从小到大呢是没有做过这个家务的 那么这个小美往客厅走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听到啊 他父母的卧室里呢有动静 那么他就以为说是他的父亲呢出差回来了 就准备把他父亲叫起来 准备一下要吃晚餐 当时呢就这么一推啊 他父母卧室的门呢就被小美就推开了 那么推开之后小美就喊了一声 爸起来了准备吃饭 那么喊完之后呢睡在床上的这个人啊 就把这个被子往下一掀就坐了起来 结果这个时候小美发现啊 居然睡在床上呢是她的母亲 然后呢床上的这个阿姨呢就对小美讲了 啊女儿你爸回来了 小美当时瞬间懵逼 因为刚刚她的厨房刚跟自己的母亲讲完话 怎么这个时候床上又出来一个母亲呢 那么人嘛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这么一个思想 她第一时间惊叫了一声 然后转头就跑跑到厨房 那么跑到厨房之后 一看厨房里那个母亲呢仍然在忙 那么小美当时呢就支支吾吾的非常紧张 非常恐惧的把在卧室里又遇到另外一个妈妈的事情 就告诉了她厨房里的母亲 那当时她厨房里这个母亲二话没说啊 也特别的虎因为她们都东北人啊 不可能啊我就不信了我跟你去看看 于是呢就拿着这个厨房的彩刀跟在小美的后面 来到了那个卧室 当时这个卧室的门呢还是关着的 然后这个小美呢走在前面 就听到啊自己的母亲在后面跟着自己嘛 那么到了卧室门口之后呢这个小美把门一推 赶巧啊里面的那个母亲就往外走 然后这个小美就对着里面的母亲喊了一句 你到底是谁里面这个母亲呢一脸弄逼啊 女儿你怎么了连我都不认识了 结果她一回头发现原本跟在她后面的那个母亲不见了 但当时她真真切切的是听到那个脚步声一直跟在她背后的 所以瞬间这个小美就感觉整个人都抱了 头皮都麻了啊哭了起来蹲在地上 然后呢从卧室出来这个母亲呢就搂着小美说 怎么了女儿你哭什么有什么话慢慢跟我讲 那当时这个小美呢就一边哭着 一边把这个事告诉了这个从卧室里出来的母亲 那当时这个从卧室出来的母亲一听 就不信你知道吗根本就不信 就讲说女儿你是不是做梦啊或者说你看花眼 就拉着小美一起来到了厨房 那么到了厨房之后啊小美的母亲也蒙了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一个家庭妇女来说厨房里的东西啊 每一个摆放的地方她是特别清楚的 她当时一到厨房就发现了厨房里的那些碗 块工具全被冻过 而且找遍了整个厨房 她发现的确菜刀不见了 那么这个小美呢也跟她的母亲讲说 菜刀被之前的那个母亲给拿走了 那么这个时候确实找不到菜刀 菜刀哪去了 正当这母女二人惊恐彷徨无助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啪当一声 就是一个铁器坠地的声音 很明显应该就是那把菜刀坠地的声音 那么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听到声音的方向 就发现这个声音是从他们家的书房发出来的 而书房这个地方呢 早就已经被小美改造成了 专门供养她这个古麦的那么一个地方 平时家里是根本没有人进去的 她的父母尽管说人反对小美去养这些东西 但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女婿吧 当时就默认了小美的这个行为 那这个时候两个人很害怕 怎么办 趁着天还亮 一把把那个书房的门给推开了 推开之后就发现的确在书房的地上 躺着那把菜刀 而母女两个人都是在刚刚听到菜刀落地的 那么这个菜刀是谁提到书房来的 又是谁把它给扔到地上的 我当时这个小美跟她的母亲不要提有多慌了 小美的母亲当时就跟她讲说 女儿走 我们出去 今天不在家呆了 但小美呢 因为之前做噩梦 加上刚刚那种嫉妒的恐惧 那么人在恐惧的时候呢 会爆发的 这个小美就爆发了 把恐惧转化为怒气了 就直接站在那个书房里 对着这个空气啊 疯狂的叫骂 甚至就指着自己供的那个古麦 指着她 疯狂的叫骂你给我滚 怎么怎么的 然而正当这个小美骂得很凶的时候 突然间书房两侧 排的那个书柜啊 莫名其妙的啪 直接倒下来 砸到小美的身上 把小美的右腿给砸骨折了 然后呢 小美的母亲 就打电话 叫了自己的亲戚 并且打了这个120 把小美给送到医院去 那么送到医院之后呢 当天晚上肯定就在医院过了 然而当天晚上 小美又做了一个梦 在这个梦里呢 她就梦到一个孩子 满脸是雪 站在小美的面前 抓着小美的手 盯着小美讲说 妈妈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你为什么不愿跟我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找人打我 当时这个小美就很慌 说我没有打你 我没有打你 然而这个梦里这个孩子 就有那种很痛苦的表情 难过的表情 变成那种很邪恶的笑 说不行 我要你永远跟我在一起 上去呢就跳起来 要咬这个小美的脖子 当时这个小美直接 啊的一声 哇 清醒过来 醒过来的时候呢 还睡在这个病床上 那么打这儿以后 她但凡是睡觉 不管是午睡也好 还是说夜里睡也好 都会做这个类似的噩梦 最后是实在顶不住了 家里人是四处去寻访那些高人 帮她解决这个事情 到最后呢是解决了 但是前前后后啊 据这个小美讲说 花了将近有20万块钱 而且呢也遭遇了很多非人的经历 所以呢这个小美呢 把这个故事呢 分享给老朴呢 也想让老朴告诉各位 听故事的好朋友 就是说 不管是爱情也好 还是财运也好 还是事业也好 所有的东西呢 可能都需要自己的努力 如果说去借助一些外力 强行的达到某些效果 尤其是选择这种 琴古麦啊等等等等这种比较不科学的手段的话 往往有可能 你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一些东西 但是等到时机到了 可能你会失去的更多 所以呢在这里呢 要再次感谢啊 咱们小美能够勇敢的把自己的经历呢 分享出来 好了我是讲故事的老朴 让我们下个故事见 这两天很多人让讲这个埃劳山啊 都想知道这个山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存在 埃劳山呢我不清楚 但我知道一个更玄乎的 朱姆拉马峰都知道啊 世界最高峰 但是呢已经被登顶过很多次了啊 所以按照道理来讲 没有人类无法征服的山峰 不过在中国呢 还真的有那么一座山 从未有人登顶过 后来呢相关部门更是专门颁布了一条法规 禁止攀爬 那么这座山呢 叫做梅里雪山 1991年1月3号 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登山队员 长眠于梅里雪山的卡瓦格伯峰 表面上看是因为雪崩 但整个世界啊处处透露着神秘 首先呢是出发的时候 当时 为这17名队员送行的工作人员就声称 曾经有一个巨大的黑影 忽然出现在他们的上空 那过了一会儿之后呢 消失不见 然后 在登山的过程当中 登山队员呢 突然间和山脚的大本营联系 声称 在他们的眼前 忽然出现了一座宏伟的庙宇 随后山脚发生了 这也是队员们最后一次和大本营联系 不过后来呢 官宣说这是过度缺氧造成的幻觉 那在当地呢 有一个传说啊 攀登卡瓦格伯峰 是对卡瓦格伯之神的冒犯 山神将会把冒犯他的人留下 给自己做七年的仆人 巧的是 这17名遇难者的尸还和遗物 整整消失了7年 无数救援队 都不能找到一丝痕迹啊 但在7年之后 被一个路过的藏民发现了 还有啊这个时候啊看这个卫星拍摄的照片 可以看到当晚的雪崩并不严重 甚至连大本营都没有听到声音 按常理来讲 那么这么一场雪崩啊 是不足以让这17位专业的登山队员 连同营帐完全无声无息的消失的 如果说你觉得啊 这还不够神奇 不要着急神奇的来了 1991年啊 17名队员失联半个月之后 第一批赶来救援的日本救援队 派出4名人员进行救援工作 在登山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发现 上空忽然出现了一个圆形的阴影笼罩 一段时间之后呢 才消失 但抬头看天啊 天上什么都没有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还看到山体的另一次 有一支17人的队伍 跟他们一样在向上攀爬 但当时呢 他们第一批感觉救援的人加起来 也没有17个 而且啊 当他们尝试跟那17人的队伍打招呼的时候 差点坠入冰凤之中 随后呢 那17个人的队伍啊 神秘消失 在这之后 更为诡异的是 当天晚上 他们休息的营帐外面 突然间投射出17道人的身影 心中的恐惧呢 是越来越大 于是呢 这四个人决定下山 去之前登山队啊 海拔最低的那个二号营地 在这个地方呢 他们就找到了登山队中一名 日本队员佐藤的日记 在这个日记里啊 佐藤就记录了 说12月上旬 出发之前 他们一行人呢 都梦见了鹿和苍狼 并且呢认为这是吉兆 12月中旬 中方和日方呢 发生了摩擦啊 就互相指责对方 在休息的时候 在营帐外 说话 择动 12月下旬 关于三号营地的位置啊 双方争论不休 前去查看情况的 日本登山队员 发现自己的身后啊 有黑影尾随 指责中国登山队员跟踪他 但这个中国队员呢 对此表示否认 佐藤等五名先锋队员啊 冲刺到6400米走的地方呢 突然间遭遇了暴风雪 一行人呢 躲在四号营地 看到这个营帐外面啊 满是黑色身影 他们觉得啊 是自己冷的 产生了幻觉 那好不容易 他们回到了三号营地 打算一月登山嘛 但持续的暴风雪 让这17米登山队员啊 打算撤退 1月1日开始呢 队员当中唯一的女性 北景亲子 由高山反应 转为持续高烧 并且开始说胡话 她嘴里不停的说 要来了 要来了 趁还有时间 让我回家 1月3号的晚上10点 最后一通 与大本营的对话 结束之后 通讯工具被干扰 此时三号营地外 突然出现了茫茫大雾 那么正常的记载呢 就到这里啊 戛然而止 之后呢 就是用很潦草的字写着 黑暗笼罩 他们来了 我们错了 来不及下山了 救救我 我不想死 那么按照道理来讲啊 这个日记呢 应该是在三号营地 记录下来的 为什么 它会出现在二号营地里呢 最后那些极度扭曲的字体 是要在多么恐惧的情况下 才能写出来呢 居然对呢 当时拿到这本日记本之后 就不敢再停留了 赶紧往回撤嘛 但是 让他们绝望的是 路上突然间升起了浓雾 天色渐完 浓雾当中出现了无数道黑影 四名救援队呐昏倒在地 幸好另外一支救援队呐 看到这四位日本救援队呐 遗憾的是 只有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 付出了四只手指和三只脚指的代价 没有人知道 在这座金山上究竟有什么秘密 但我相信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我是老飘 让我们下个古事见 hello大家好 我是讲故事的老飘 那么很多网友呢 评论且留言啊 要听广州城珠酒楼 诶 今天呢 老飘跟大家唠一唠 这个城珠楼呢 是位于广州市南华中路 始创于清乾隆十一年 由当时广州五大家族之一的 武士家族所建的 那么是广州市呢 能考证的最古老的老字号茶楼 原主人呢 是广州当时五大家族之一的武士嘛 那么在武士落败之后啊 就把它转交给武士 那么一名呢 叫做城珠炳家 后面呢 虽然说是数都一手啊 但是呢 他的生意一直都非常的火爆 那么最开始呢 这个城珠楼呢 也就是一个小酒馆 后面呢 就一直就持续经营嘛 做了大概有两百多年吧 生意呢是越做越大 就做成了一个很出名的大酒楼 那么广州呢 其实有很多办喜宴的聚会之类的 那么都喜欢在这个城珠楼里举办 为什么呢 有名气 有牌面 在一九五六年呢 当时是公司合营之后啊 就把这个城珠楼的经营面积 扩大到一千四百平方米 而且呢 说当时的座位呢 都有七百个 可以说生意呢 是越来越好的 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也就是在一九八五年十月九号那一天 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 有一对新婚夫妇啊 当时呢在城珠楼的三楼举办婚宴 那么当时的这个城珠楼呢 它完全是木制结构的 上楼下楼呢都靠一条木楼梯 也没有现在的消防通道 并且呢很多老的广州人应该都知道啊 八十年代的广州 其实是很容易停电的 那么婚宴当天呢就很不幸 嗯哼停电了 没有电那这个喜宴呢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啊 当时呢这个城珠九楼呢 就只有把它们安装在一楼底部的这么一个 发电机给打开了 但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吧 发电机着火了 直接就烧到了城珠楼的楼梯 好了 这个楼梯呢就一路顺着一楼二楼到三楼 搞得这个参加宾客的喜宴啊 措手不及被堵在三楼里了 那么当天晚上呢这个火势啊相当的猛烈 这个城珠楼三楼啊 当时是被烧了一个通透 那因为那个年代呢 根本没有完善的消防系统 所以说呢这个城珠楼附近呢 也没有消防栓 当晚呢 据说是出动了有二十几部消防车 然而火势太大了 根本无法把这项大火给熄灭 那么就自然的酿成了一出惨剧 新郎还有新娘 他们的家属全都烧死在楼里 那么这个新郎呢跟他爹啊就比较猛吧 从这个三楼呢是一跃而下啊 甩断了腿 但是呢也保住了性命 那么最后的统计呢 是这场大火直接导致死亡八人 受伤二十四人 然后诡异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到1985年10月16号那一天 刚好呢这一天就是城珠酒楼 火灾里面那些死者的头七 那么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次怪事 那么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 让附近居民毕生难忘的事情 当天晚上呢是在半夜凌晨十分啊 很多居民呢都已经入睡了 那么突然之间啊被烧毁的这个城珠楼 门前空荡荡的那个街道上啊 突然间就响起了非常清晰可闻的喇叭唆的声音 就那种迎亲的奏乐啊 那么听起来呢非常的热闹 但是呢很多小伙伴也应该知道啊 1985年在城市里呢 其实呢是没有再用这种方式去迎亲的 而且啊怎么可能有人在半夜里接亲呢 那么当时呢在这个街道两边 有很多住户啊听到之后呢就被惊醒了 很多人呢都喜欢看热闹吧 哎就打这个胆子来到这里围观 结果就发现这个城珠酒楼前面的马路上 就出现了一支非常非常诡异的迎亲队伍 看上去呢那些迎亲者的身影呢都特别的模糊 不像是实体 而且这个衣服啊据说都是红色的 感觉跟古装差不多 那么这个诡异的队伍呢是一直走到当时被烧毁的 城珠酒楼跟前站定下来 安静了一阵子突然间开始痛哭 那么这个哭声呢也是由小到大 据说当时这个声音是非常的凄惨 吓人 而且这个队伍里呢是有老有少 给人的感觉就是整条街道都阴风阵阵的 一直到天快亮了 这个奇怪的迎亲队伍 才突然间在原地消失 那么据说当时呢 围观者高达百人 哇 不知道有没有广州的小伙伴啊 可以问问自己的一些 长辈啊 但是啊 这个事儿并没有结束 他只是撑住了系列怪事的开始而已 到了1986年的年初 也就是这场火灾中 死亡的新娘和家属 百天忌日那一天 那么在这场火灾当中呢 跳楼逃向的新郎 就跟他的亲戚朋友 一起去祭奠自己的新娘 以及新娘的亲人 那么正当他们摆好各种祭品 准备开始烧纸的时候 据说当时突然间 从当时失势的 这么一个沉住楼的三楼 就掉下一根拳头 那么粗细的木桩 而这个木桩呢 是不偏不倚 就直接砸到新郎的头上 你说那么多人他不砸 就砸新郎 诡异不诡异 这个新郎呢 就比较幸运啊 当然他没有死 但是受了一场重伤 很长时间呢 都处于昏迷阶段 那么最奇怪的是 在他昏迷的过程当中 他经常会浑身抽搐 完了之后呢 嘴巴里大喊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就跟我们做了噩梦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家属呢 就以为说 是被烧死的新娘 来找新郎麻烦了 就急急忙忙呢 找了当地的一些师傅 过来想把这个事情解决 然而师傅来了之后 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事情呢 跟那些亲属们想的根本不一样 是那些被烧死的宾客 在找新郎的麻烦 宾客想要把新郎给带走 然而新娘子 是一直维护着咱们这个新郎 守护在他的身边的 诶 还真的是一段 气美的爱情故事啊 当然怪异的事情呢 也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那么在城珠九楼 1985年出事之后啊 一直呢是保持那个 被烧毁的那个状态的 但这个城珠楼 它所处的位置呢 又恰巧在广州当时 非常繁华的地段 所以呢 有很多人考虑说 要不要把它重新装修 完了之后呢 再次经营 那么好了 终于呢有人来接手这个项目 然而整个装修过程 又开始发生灵异事件了 据说呢当时开工前三天还蛮顺利 但是到了第四天的时候 诶出事了 那么在三楼装修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工人啊 就干着活干得好好的 突然间就不对劲了啊 眼睛直接往上翻 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各种胡言乱语 本来是一个男的 但是呢 他却发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来 同一层干活的那些工友 听到之后啊都吓坏了 都不敢靠近他 但是呢 那么这个工人呢 又直接站了起来 就直直的要从三楼往下跳 这个工友呢一看不行了啊 要出人命了 好吧冲上去把他给绑了起来 送回到宿舍 一场大病之后 过了好久这个工人呢 才算恢复 紧接着呢 又过了没几天 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据说呢 当时是一名 根本不会讲广东话的外地人啊 正在干活 在工地上啊 那干着干着 突然间爬到桌子上开始唱乐剧 哇他根本不会讲广东话好不好 而且呢也是一个男工人 但声音也很诡异的变成了一个女人 那没有办法 工人们觉得说 我的天哪 太邪性了 好吧 只能说罢工不干了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啊 后来这个城珠楼呢 还是副业了 只是呢 换了好多名字 那么一直到2006年 才被彻底的拆除掉 不知道我们的朋友里面啊 有没有老广州 对这个故事 有印象呢 好了 我是讲故事的老飘 让我们下个 故事见 那么这个故事呢 来自我们的网友 一只疯奶酪 讲述的是在他们当地啊 他的一位好兄弟 所发生的一个亲身经历 咱们这个奶酪呢 就生活在 呼伦贝尔市 海拉尔 这么一个地方 在当地有一座楼 叫做望海楼 特别出名 据说呢 站在望海楼 可以看到大半个海拉尔 那可惜的是啊 咱们这个奶酪 长大之后呢 这个望海楼呢 就荒废了 以前没有荒废的时候呢 还小就没有去过 那么这个望海楼荒废之后呢 在当地就一直流传 说望海楼里不干净 有脏东西 那么像所有的故事一样啊 故事的主角呢 一定是头特别铁的 咱们这个奶酪啊 他的一位初中同学 叫做强子 头呢 就特别的铁 很多人会好奇说 老飘为什么你的故事里 总是出现强子这个人 因为我觉得强子这个名字呢 就很要强啊 就是头铁的人 就比较适合用这个名字 当时这个强子呢 就想去这个望海楼 一探究竟啊 也邀请了奶酪 但这个奶酪呢 没敢去啊 所以呢 是强子 强子的表哥 还有表哥的朋友 华子 三个男生 加两个女生 五个人一起去的 其实呢 其实呢 老飘也明白 就很多男生呢 都喜欢 做这种危险的 探险的事情啊 带着女生一起 一方面呢 展现自己男性的魅力啊 胆量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想说 趁着机会卡卡有啥的 所以呢 各位女孩子 千万不要跟男生去这种地方 真的啊 因为他们居心不良啊 好了 讲回到咱们这个故事 五个人呢 夜里九点钟出发了 这个时间选的也特别的 有胆量 当时呢 他们是开着一个 面包车过去的 那本身呢 旺海楼那个地方 就很偏僻啊 所以呢 一路上呢 也没见到什么人 那到了九点半左右 抵达旺海楼 因为那个地方 已经荒废很久了 所以呢 那个门被铁链给锁上了 进不去 当时呢 这个华子呢 属于那种 精神小伙吧 从那个后备箱 就拿出一个棒球柜来 直接把那个 玻璃给敲碎了 五个人呢 从那个窗户那儿给钻进去了 起先呢 也倒没什么 转了几圈 啊 挺正常的 没什么怪事发生 那正准备走的时候啊 其中有一个女生 突然间把这个 强子的手给拉住了 说她看到一个女的 诶 当时呢 强子她表哥 包括华子三个人一听啊 就来精神了 啊 就假如真的能看到 可能就不枉他们此行 就问那个女生 她看到的那个女人在哪儿 这个女生就指着 她们正前方的一个角落 说那个女人就在那个角落一闪而过 当时呢 头对铁的应该说是个华子 这个华子听完之后 二话没说 就直接打这个小手电啊 就走到那个角落那儿 喊了两声 有人吗 有东西吗 啊 没人搭理她 然后她直接解开自己的牛仔裤 原地 撒了泡尿 没错 撒了尿之后呢 据这个强子描述啊 她特别潇洒的摇了下头 不过如此 说完之后 哎 走吧 那么到这儿为止呢 就一直没有发生过特别奇怪的事情啊 除了这个女生说她看到一个所谓的影子 好 一听人呢 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就开车往回走啊 开始他们来的时候呢 是强子的表哥开车 那走的时候呢 是这个华子开车 那起先 五个人呢 还有说有笑 觉得说啊 所谓的这个传言啊 都是假的 那走在半路上的时候 突然间 这个华子猛的把方向盘往右边一打 他这个右边是什么呢 是护栏 护栏下面呢 就类似于悬崖的那种低法 还好当时 强子的表哥一把 把那个手刹给拉起来 并且把这个方向盘给抢过来了 否则五个人是肯定出事了 那你说 车子停下来之后 按道理讲 继续开车 或者说 有什么事你说 但开车的这个华子呢 啥话没说 直接把这个车门一开 头硬着往前走 强子跟他表哥就喊他的名字嘛 根本不搭理 俩人着急了 下车去追 追到这个华子之后啊 这个强子跟他表哥才发现啊 华子 这么一个看起来 头特别铁的这么一个社会人 居然双腿发抖 而且哭了 那他表哥就问他 兄弟 到底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这个华子才讲 他之所以突然间 把这个方向盘往右打 是因为他突然间看到车前面 出来一个穿着塘装的男人 他为了躲那个男人 所以 往右打这个方向盘 那本来说 车子被强子的表哥 给拉停之后 对吧 这一开车就完事了 但是等他抬起头来 再往前看 寻找那个腾装男人的时候呢 他发现那个男人不见了 但是 他往前看的时候 就不小心看到车里的那个后视镜 他发现那个腾装男人 已经坐到 车子的第二排座位上了 跟墙子坐在一排 那面包车嘛 各位应该都知道 三排座位 第一排驾驶座跟副驾 第二排 两个单独的座位 第三排是一个完整的座位 两个女生都坐在第三排 墙子自己呢 是坐在第二排的 说当时那个堂装男人 就在墙子旁边的那个位置上 哇 这一下子 把墙子跟他表哥都吓到了 但是 车上还有两个女生 不可能说 把他们扔在这里不管了 怎么办呢 墙子的表哥自己 又到车上再三检查之后 确定没有人 才把墙子给喊到车上 这个墙子也看了 没有人之后 才把滑子给硬拉到车上 那这个时候呢 滑子不敢开车了 是墙子的表哥在开 墙子呢 仍然坐在第二排 心里呢 也是有点忐忑的 好了 上车之后呢 就准备说往回走 那这个时候 车子刚一打着 后排其中的一个女生 就哭起来了 那个墙子就安慰她 说你不要哭 我们马上就走 她以为这个女生是 吓到了 结果这个女生 哭着哭着突然间 声音变成那种 咯咯咯的笑声 嘿嘿嘿嘿 走 还走得了吗 哇 一个女孩子 声音变成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一下子把车呢 所有人都吓到了 这个表哥 啪一脚把这个刹车 给踩住了 怎么回事 墙子呢 也问这个女生 说说说你你你你你怎么啦 那这个女生呢 还在笑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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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墙子呢 当时不知道是出于害怕 还是怎么回事啊 反正就啪 给了女生 来了一个耳光 没曾想呢 这个耳光还真把这个女生 给 打醒了 打醒之后 这个女生很懵逼啊 说怎么了 他们把女生刚刚的所作所为 告诉她之后 这个女生吓懵了 你知道吗 自己完全对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都没有任何印象 你知道了吧 好了 赶紧走吧 五个人呢 再也不敢说笑笑了 也没话了 一路呢 把这个车给开回去了 回去之后呢 倒很正常 没什么事发生 但是故事 并没有到这里结束 回去之后的第二天 那个在车上 又哭又笑的那个女生 发了高烧 进了医院 那这个华子呢 就更夸张 华子跟墙子的表哥 一起出去吃宵夜的时候 就因为别人 上厕所的时候 碰了他一下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死活 要把那个碰他的男人 给弄死 两个人无怨无仇 直接冲到厨房 把菜刀给拿出来了 还好当时呢 店里面有其他客人 一起把这个华子给拉住了 然后呢警察来了 把华子呢 给带到这个派出所 等到华子的家里人呢 把他给弄出来之后 问他 他才一脸蒙蔽 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当时那种脾气 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 就抱起来了 就非要想把别人给弄死 其实他也知道 就别人碰了他一下 没什么大事 这下子呢 就联想到他们之前 去旺海楼所发生的事 慌了 赶紧呢 去找这个师父 去拜佛 后来呢是找到一个师父 这个师父怎么讲呢 说他们太过分了 到别人的地盘上 那么多 又砸别人的窗户 又撒尿的 又出源不驯的 说如果当时 不是因为他们车上放的 有金轮 可能他们当时就交代在那了 那这个金轮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车里挂的 一些小挂件 咱们经常坐车 应该看到 什么出入平安 什么一个小转轮呢 这类的东西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挺神奇的 可能咱们生活里 祈求平安的一些小物件 咱们平时可能觉得 没什么用啊 但是呢 这个东西也不贵 咱们该挂的还是挂挂 万一哪天能起到作用 就像咱们这个网友啊 奶酪的同学 强着他们这样 对吧 那也不亏啊 那么经过这个事之后啊 这个强子也好 他的表哥也好 包括奶酪也好 包括这个滑子也好 都变得特别的 不能叫胆小嘛 特别的懂得敬畏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呢 也是老飘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咱们可以不信啊 但是一定要心怀敬畏 好了 我是讲故事的老飘 让我们下个故事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讲故事的老飘 那么这一期呢 跟各位聊一聊啊 期待已久的封门村 那其实啊 这个封门村啊 所谓的封啊 并不是封门绝户的封啊 最开始呢 是风水的封 也就是假呢 这是一块封水宝地 封门村的祖先啊 是为了躲避战乱 就带着自己的族人 迁徙到这个地方 也正是看中了 这块地方的人界地理 当然也有比较奇怪的地方啊 按道理讲呢 我们日常住的房子呢 应该都是坐北朝南 南北乡的 但是封门村里啊 所有的房子全都是东西巷的 那么这个东西巷的房子呢 是门正对着窗户的 风水学中最继位的川塘煞 果塘风 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 这个封门村里呢 也就有那么一间 坐北朝南的屋子 也就是传说当中 放着那把太师椅的屋子 那这把太师椅呢 就有很多传说了啊 只要坐在上面的人 第二天就会死去啊 还有些传说呢 只要你坐在上面 你可能夜里睡觉的时候啊 你的身体上 就会莫名其妙的出现抓痕 有很多很多综艺节目啊 都曾经出现过一些所谓的 哎 被抓过的人 但其实呢 据老飘所知呢 这个椅子早在九几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被别人给做烂了啊 而且也并没有那么多人因此而丧命 也并没有那么多人因此而有抓痕 当然呢这个风门村里呢 的的确确啊 全说呢也是有一些 非常奇怪的习俗啊 那如果在农村生活的朋友呢 应该知道啊 其实在每一个村子里呢 都会有一块 独立出来的墓地啊 几乎村子里的人呢 或者说亲戚朋友不在之后呢 都会葬在那块地方 但这个风门村呢 这个习俗就比较奇怪啊 他就讲说 如果说哪家哪户的人不在了 哎 就直接埋葬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啊 埋葬在自己家的门口啊 埋葬在自己家的地板下面啊 当然这个听起来是 有点恐怖啊 对不对 并且啊 传说这个风门村的人去世之后呢 他在下葬的时候啊 因为以前都是土葬嘛 他会给这个死者呢 戴上一张面具啊 据说是一张特别猙獰的红色面具 当然现在这些呢 已经无法考证了 还有就是说这个风门村里啊 有这么一间庙 这个庙里呢 就类似于我们所讲的那种宗祠一样 它供的不是佛家的神像 也不是道家的神像 也不是那些祖宗牌位啊 供的是两具 特别特别诡异的木雕 那有些人呢 就传说啊 这个风门村里拜的是什么呢 是鬼呀 不过这一切呢 我觉得都是传说了 真正关于这个风门村啊 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呢 应该是说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啊 当时呢是在郑州 有这么一个老画家 带着自己的两个徒弟一起去风门村 采风啊 结果一进村子啊 发现呢这个地面上 放的有一个枕头 还有一个摊开的被子啊 那因为他们背了蛮多东西啊 所以呢他两个弟子呢 就直接把那些枕头啊 跟被子给踢开了 觉得说是村民啊 扔在地上的 应该不要了啊 随后呢 没管那么多 就拿这个介绍信啊 就找到了风门村 当时的这个村长 村长呢 看到上面给的这个介绍信啊 热情的招待了他们 并且呢 给这十足三人呢 就安排了一间 没有人住的空屋 那当时呢 两个徒弟呢 就负责在这个屋子里啊 收拾东西啊 行囊 而咱们这个老画家呢 就跟着咱们这个村长 一起呢 去他家里啊 喝茶并且了解一下 风门村附近的这个风景 跟情况啊 那么传说呢 就是这个小徒弟啊 当时正在卧室里啊 去铺这个床的时候 突然间就听到 卧室里面的一个 木制大衣柜里 有那种敲门的声音啊 当时觉得说是谁啊 蛮奇怪啊 好 那么听到这个声音呢 后面确定是从 大衣柜里传出来的 所以呢就直接把衣柜给拉开了 那据说 当时他拉开这个衣柜之后 是看到一个穿着花袄子的小娃娃 站在那 当时呢是夏天 为什么还会穿袄子呢 但这个小徒弟呢 最开始也没多想 就想说是谁家的孩子 这么调皮 躲在柜子里玩捉迷藏嘛 就想说把这个孩子 给抱出来 结果 他上去 一搂这个孩子的时候 啪搂了个空 那这个时候呢 突然间又听到啊 从他背后 传来笑声 那么回头一看 我的天哪 之前那个穿着花袄子的小娃娃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跑到他背后去了 那这个小徒弟 是特别的慌的啊 正准备喊人的时候呢 结果这个小娃娃突然间 咧嘴一笑 咔 就是脑子 直接给掉下来了 直接就把这个小徒弟的 给吓昏死过去了 而这个花家的大徒弟呢 因为来了之后呢 也是出了一身的汗啊 搬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呢 他让自己的师弟啊 在里面打扫 他自己呢 就来到这个房子的院子里 以前呢 有很多房子啊 他这个院子里呢 都有井啊 他们当时这个房子呢 也不例外 他想说洗个冷水澡的 他就一边吹着口哨嘛 一边就咬着 自己已经打出来的这个精髓嘛 一边冲澡 哇很舒服啊 结果这个时候呢 就突然间 就听到这背后有脚步声 那这个大徒弟呢 听到这个脚步声之后呢 就以为是自己的师父回来了啊 猛的一挥头啊 结果发现 诶 居然是一个 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姑娘 这个姑娘呢 穿的是那种麻布制成的衣服啊 那这个大徒弟呢 因为在洗澡嘛 所以是没有穿衣服 我去 诶 问他 哎姑娘 你找谁 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但这个姑娘呢 没有搭理他 所以呢 当时这个大徒弟是想说 赶紧把自己擦一擦 那等到这个大徒弟快速擦完自己身上的水之后啊 哇 这个姑娘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他的正面 啊 当时呢 他作为一个男性啊 第一次被一个陌生的女性啊 就是直视自己的身体啊 也是特别特别的恐慌的 你知道吗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那结果呢 这个女的就一直盯着他 那当时这个大徒弟就不知不觉的 就跟这个女生的眼神对上了你知道吗 就一直跟着这个女生的眼神 在走啊 然后不知不觉的啊 就慢慢的靠近了那口井 那这个时候呢 赶巧呢 咱们这两个徒弟的师傅啊 那个画家 就已经从外面回来了 看到这一幕之后呢 特别的惊讶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大徒弟啊 就一个人目光茫然 啊 慢慢的正朝那口井走 就大喊了一声 干嘛 然而这一声已经晚了 正当他喊出口的时候 他这个大徒弟扑通一声 就到那个井里了 那赶紧呢 这个老画家就喊人嘛 啊好 也来了不少热心的村民啊 终于呢 把这个大徒弟给救上来了 把这个大徒弟给救上来 之后大徒弟是惊魂未定啊 跟当时的村民啊 就讲述了这一幕啊 这村民当时也很纳闷 说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在这里好好的呀 这个时候啊 才想起他们屋里的那个小徒弟 这个小徒弟怎么没有出来 好 老画家呢 带着自己的大徒弟 还有村民进入一看 小徒弟昏死在地上啊 赶紧的 各种给他浇水啊 掐人中 把他给弄醒了 弄醒之后 这小徒弟一看自己的师父在旁边 哇哇哇的哭起来了 把自己的见闻呢 也跟自己的师父啊 包括那些村民讲了一下 那讲完之后呢 这个村民呢 就觉得很纳闷啊 不应该啊 就问他们是不是做了什么 后来一讲说啊 他们进村的时候 把在地上的枕头和被子给踢开了 这个时候村民才突然间恍然大悟 难怪会发生这样的事 为什么呢 就咱们刚才讲过的啊 这个封门村里的人 不在之后呢 要埋在自己的屋子里 院子里 或者说院子外 那如果说已经埋满的话呢 就只能再往外埋 于是呢 就埋到了路上 那么埋下去之后啊 封门村里还有一项规定就是 要把这个死者生前用的枕头啊被子 铺在那块地面上 铺七天 完了之后呢才能把这个东西给烧掉 也就是说 当时这个画家带自己的徒弟来的时候呢 刚好有人不在了 他们的被子跟枕头放在那儿 结果被不知道规矩的这徒弟二人 把他给踢开了 那难怪别人得找他呢 当然呢 这一切呢其实都是传说了啊 不过其实呢也就是这些传说啊 给封门村增加了一丝神秘的面纱啊 当然呢现在呢他已经并不神秘了 因为很多旅游啊 很多针加油要骑行的都去过这个地方 把他当作一个野营的营地了 啊 你周六周日去的话呢 人还蛮多的啊 所以呢切莫以讹传讹啊 好了我是讲故事的老票 让我们下个故事见 女生的胆子到底可以有多大 有这么个姑娘啊 特别喜欢摄影 读大学的时候呢 没事就跟自己的姐妹出去拍照 有一回呢就听说 他们那个当地呢 有这么一个棚户区要拆了 人都已经搬走了 这女孩呢就特别感兴趣啊 想去拍点照片 就让自己的姐妹一起去了 路上的时候啊 这个姐妹呢突然间有事啊 得回学校 女生呢自己一个人去了 那一边拍一边走 慢慢的 这个女生呢 就走到这个棚户区的深处了 她突然间发现一条巷子 巷子两边爬满了爬墙湖 这个景色的感觉啊 特别的漂亮 就不停的拍 不停的往里走 走到这个巷子的中段 她发现呢 在这个巷子的中段里 有一栋豪宅 特别的豪 从外观上看起来 就明显的 跟其他的房子不一样 而且呢 这个豪宅的院子里 有一棵参天大树 很高 长得很茂密 那这个女生呢 到了这个豪宅的门口之后 她发现 豪宅居然没有门 那么任谁 都得进去看一看 对不对 这个女生也不例外 直接呢就进去了 就发现啊 这个豪宅一看 就是很多年没有人住过的 因为院子里的杂草啊 长得都有半人高 好了 进去各种咔嚓咔嚓 一顿拍 那正在拍的时候呢 这个女生突然间听到啊 豪宅里面传来小孩子的声音 打闹嘻笑的声音 这个豪宅呢 是一个二层的别墅 当时呢 院子是没有门的 但是那个客厅的门 是关着的 这个女生一听啊 好像有人 就问了一句 有人吗 结果呢 客厅的大门 就被拉开了 从里面冲出六个小孩子 大概都是七八岁的样子 这六个小孩子呢 看到这个女生之后啊 就拉着她 围着她 姐姐姐姐 我们一起玩吧 当时呢 这个女生啊 也没多想 觉得说这群小孩子 挺可爱的 就蹲下来啊 跟他们做游戏 那么玩了大概几分钟之后 这个小孩子呢 就拉着这个女生 往这个一楼客厅里进 女生呢 就跟着她们一起进去了 到一楼之后啊 发现这个一楼的大厅里面 有两张破旧的沙发 两张破旧的茶几 然后呢 就是一个欧式的旋转楼梯 到二楼的 当时呢 这个女生是想说啊 把这个一楼的情景 给拍下来的 但是因为那几个孩子 一直拉着她 所以呢 身体在摇晃啊 就没过得上拍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女生就问这些孩子 诶 你们在哪住啊 是不是附近的孩子啊 那这些孩子呢 不回答她 一直嚷嚷着 姐姐姐姐 陪我们玩啊 随后呢 有四个孩子 直接上到二楼了 就趴在那个 一楼通往二楼的那个楼梯扶手上 看着这个女生 姐姐姐上来玩啊 还有另外两个孩子 就一直拉着这个女生的手 姐姐姐 走 我们上去玩 那这个女生呢 就跟着她们一直走到 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口 到这个时候啊 突然间觉得不太对 为什么呢 她突然间想到啊 那天不是周六 也不是周末 按道理说 那个点儿 孩子们应该在读书 如果说是刚刚放学 也应该穿校服 那么联想到这个衣服之后 这个女生又觉得不对了 因为自己呢 穿的是一条裙子 当时还蛮热的 但是这群孩子们呢 穿得好像都那种秋冬天的衣服 她就觉得不对劲 又问了这个孩子 诶 你们是哪儿的人呀 怎么这个点儿在这里玩呀 结果孩子们仍然不搭理她 姐姐姐上来玩吧 就硬拉着她 已经把她拉上了两个台阶 那站在这个台阶上的时候呢 这个女生啊 就抬头往上看了一眼 就觉得那个二楼啊 似乎很黑 她觉得很不舒服啊 那个感觉无法用语言去形容 就是你心里发毛 很难受 但是你又不知道 是怎样的一种难受 当机立断 这个女孩子是转身 就往外跑 往外跑的时候呢 那群孩子仍然在喊她 姐姐姐姐 来呀 跟我们一起玩 一直到这个女孩子啊 跑到院子里 猛的一回头 那群孩子们呢 还在那儿喊 姐姐姐姐 快来跟我们一起玩 但这个时候啊 已经不是最开始的那种 姐姐姐姐 快来跟我们一起玩吧 而变成了一种命令的语气 姐姐姐姐 快来跟我们一起玩 当时这个女生啊 浑身炸毛 赶紧的 哇 往外跑 一直窜到大马路边 才停下来休息 然后呢 她就一直觉得说 这个事很诡异啊 很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小孩子 那么过了一年多之后 她在某论坛上 就看到了 有关那个别墅的传闻 是什么传闻呢 也不用我说了啊 这个女生就把自己当时拍的照片 也上传了上去 那么有很多好事的网友就讲了 哎 你去过那个地方 那么你敢不敢再去探探闲 给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因为这个女生当时把自己的经历啊 也发到网上了 你按道理说一般人是绝对拒绝的 然而我说啊 女孩子有时候胆子实在太大了 好家伙 交上自己的几个朋友之后 直接就出发了 而且呢在那个论坛啊 在那个帖子下面 现场直播 那个时候呢 就用帖子直播啊 发照片发文字啊 这么的 好了 一路的啊 赶到那个地方之后 当时是五个人 其中呢有三个男生 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这个女生发现啊 跟之前她来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差别 院子里啊 她草长得还是很茂盛 树呢也还是很茂盛 好了 直接进到一楼 那么到了这个一楼之后啊 转来一圈 啥都没有 正商量着要不要上二楼的时候啊 突然间 就听到这个二楼 传来 小孩子的笑声 好 我说了啊 任何时候都不缺乏投铁的人 一个叫做强着的小伙子 哎 再次投铁了 直接冲上去了 大家伙也都知道啊 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群胆的 有一个人上 啊 后面的人都跟着 上去了 但是到了二楼之后 他们很失望 因为整个二楼 啥都没有 只有地上几件破破烂烂的衣服 好了 转来一圈 也拍了图 帖子也发了 OK 转身下楼 准备出去的 他们刚刚走到这个院子里 本来啊 晴空万里 突然间 天上一个响力 砰 劈下来 瞬间啊 可以看到天上那个乌云啊 距过来 好家伙 这下子呢 知道怕了 跑 一群人啊 赶紧往外跑 跑到这个路边之后就发现啊 乌云也不见了 天气也恢复了晴朗 一切都正常 只不过当时一个女孩子声称啊 自己手抖 没能把那个乌云涌过来的那个照片 给拍下来 那到这呢我就想问问啊 如果换了是你们的话 你们还敢再去吗 反正换了老漂的话 老漂是不敢去了啊 所以我说呢 女孩子 真的胆子很大 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过了一年多了 为什么这个棚户区 还没有拆迁呢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故事应该是编的 如果是真的 那一定是巧合 刚巧这个女生去拍照的时候 碰到几个调皮的小孩子 要吓唬她 刚巧这个女生第二次去的时候 哎 天气不好 突然间打了一下雨了 巧哥的女儿回家了 巧到家了 好了 我是老漂 让我们下个故事见